前不久战苏南京,一女子因为不想生二胎而割案了事件,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,女子怀二胎不想要,因为老公强去外面出差,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回来一次,她根本一胎顾不过来,意外怀孕二胎,完全就没有这个经历。 女子的婆婆和老公,非但不体谅她怀孕辛苦,不体谅她男孩子辛苦,非要比她把这胎生下来,女方拼死拼活不同意,觉得自己怀胎十月的孩子,凭什么叫给你续带,女子冲动之下自残痛哭,关系闹成这样,以后真的还能好好相处吗? 看完这个新闻终于明白了,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女性不想结婚,因为她们害怕遇到一个无能没有主见的老公,和一个大道的婆婆,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如果婚姻更多的事带来不幸,如果结婚后自己只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,一个老公私有的家庭保姆,为什么要结婚? 因为都说老公好不好,生个孩子就知道,如果你老公很爱你,你婆婆哪敢并一生二胎,但是你老公的性格却是受家庭的影响,一般受母亲的影响最较大,所以如果考虑结婚,一定要了解婆婆是个怎么样的人,有下面这三点,结婚一定要慎重。 公婆关系不好,有的时候婆婆对媳妇不好,是因为婆婆本身自己没有得到老公的爱,与自己老公关系不好,一辈子把理想寄托在儿子身上,儿子是他生的,他有权利干涉自己儿子的私生活。 儿子一个不听话,他就一哭二闹三上吊,这样的婆婆是不能要的,嫁了这样的老公,你就知道有多惨了,对儿子太过于依赖,曾经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则新闻,一位母亲给自己儿子发的信息。 在他人看到短信时,以为是男子的女朋友发的消息,因为短信的内容,太像情侣之间的对话,像这种情况,搞不好还有母子恋,这种更不能嫁到,一个女人离异带着儿子生活没什么。 核心是不要霸占儿子,让儿子一个人闯荡,尊重他媳妇,不要跟他媳妇抢儿子,儿子大了,就该跟媳妇去生活。 贤凭爱护的婆婆,嫉妒自己儿子对媳妇好,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好婆婆,固子里很在意媳妇家境,媳妇有给了什么东西给自己,媳妇工作能力,这种婆婆是超级会算账的, 那些动不动就要几十万财礼的姑娘,你遇见这样的婆婆,立马会逼自己儿子跟你分手。 如果你家境不错,她不介意给你几十万财礼的,她知道你陪贾分厚,要知道不是所有女人都能做你婆婆的,也不是所有男人都适合做你老公的。 当女人在想嫁一个男人的时候,麻烦你上去她家看看,去坐坐。 她爸对他妈的态度,就是未来你老公对你的态度。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,姑娘千万别随便就把自己嫁了。 未来婆婆有这三点,结婚需要慎重,别不相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